三无形态战争有形态战争的本质是同侪的战争 其离幸远于同侪的惺惺相惜 如果亲邦通过文化符号相互承认 就会感到降低相互伤害成本 保障博弈长期稳定性的破解需要 这样的博弈机制一旦产生 就有自行演化和催化其他文化子系统的潜能 从而深刻影响文明的性质和路径 亲邦从来都是相对于外邦存在 有形态战争从来都是无形态战争汪洋大海中的孤岛 希腊各邦的游戏规则不适用于外邦人 后者的地位介乎文明人和野兽之间 欧洲骑士之间的游戏规则不是用于蛮夷和外道 直到他们通过皈依基督教赢得同侪资格 周代诸夏集团的有形态战争与此非常类似 以贵族的礼乐教养为划分类外的标识 河马 基督和礼乐分别构成这些合格游戏玩家 相互认证的文化符号 尽管符号本身可能另有意义 殷人的武装田猎祭祀殖民活动属于无形态战争 因为猎物不是同侪 大衣商内部 一子和一人之间 各异至少在理论上属于同族 没有留下常规和长期军事冲突的记录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 人与人之间必定存在的矛盾 是通过巫术机制协调的 殷商前期的巫术机制 完备到足以防止类似两主各小邦的分崩离析 衣商末年贵族集团的分裂证明 这种机制没有强大到无所不能的地步 先王先公仅仅护佑神子神尊 大大减少了共同体边界内的协调成本 同时却阻断了自发产生普世性仲裁机制的可能性 等到现实政治的必要性 迫使一部分殷人和野人结盟 反对另一部分殷人的时候 共同体的信仰和限制就一起崩溃了 婚姻家庭制度是继承权和宪法的本源 事先就限定了共同体的内在可能性 因人实施内婚制 周里恰好强调同性不婚 补词显示 衣商的祭司 武士对猎物没有底线意识 人生包括妇女儿童 39 袭基刻意选在猎物吃饭的时间 40 人生和寿生都是祖灵的食物 祭司的部分动机 就是用丰富的菜肴安抚 威力无穷的诛神 41 后者尽管是祭司武士的血亲和祖先 仍然可能严厉惩罚祭品不周的怠慢 祖灵偏好血食 也就是俘虏和野兽的肉 植物性食品不太重要 无论人神 健忘的胃口和强大的德性 都有对应关系 42 苍白雷弱是德宝的外在证据 饕贴文代表酒吃肉林的祝福 周人处于孤立主要敌人的需要 将贪食的罪名归咎于咒王一人 将仙王先公修饰成宗周风格的贤人 拉进自己的阵营 其实 衣裳祖灵在血迹中的形象 比咒王传说更加夸张 咒王挖心 是为了打击政敌 剖腹 是为了满足科学的好奇心 在周人和太史公尊凤的所谓贤王当政时 祭司卯枪 用枪 就是为了满足祖灵的饕贴之欲 祭司和狩猎构成理论上的闭环 彼此构成对方的动机 库斯阿兹特克人的类似理论 何况 衣裳时期的远东种族结构 比现在复杂 许多异族和阴人的差别 不仅在文化上 而且在体制人类学层面 阴人不难将异类解释为 半人半兽的怪物 甚至更接近于亡粮和野兽 43 衣裳的血清 巫术共同体 比周人紧密得多 内外之别 远比阶级高低重要 阴人的阶级分化非常严重 数千户的大义有壮丽的祭坛和坚固的城堡 宛如大义商君临外方的分身 数十户的小义依靠简陋的豪沟和谷 陶祭器 王的露台位居天地之中 聚集了最精致的玉环和宝器 便于作法启动德性之门 穷人的设计甚至找不到粗陋的玉器 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德性 或者只有自己的德性 没有支付或借贷宇宙德性储备的特权 巫术原理类似科学而非宗教 相信客观程序而非主观态度决定实验 法术效果 简陋的机器只能意味着低劣的法力 然而相对于人口 因人的战争负担远迈史前部族和周人 史前部族的战争能力和频繁程度较低 周人各诸侯的人丁更为繁盛 种族更为复杂 有专业化的军事贵族和军事编制 参战变成上等人的阶级特权 大部分人口没有军事义务 殷商不辞提到的一人蒸发 动辄数百乃至数千人 鉴于大多数中等一的人口不过数百 殷人的日常战争已经具有合则而鱼的性质 全体男子和部分妇女先有不战之日 在这种情况下 殷人不需要礼乐作为认同符号 他们的血亲全都是经常合作的战友 非常清楚彼此在巫术宇宙中的位置 他们如果了解礼乐秩序 恐怕也会认为这是一种极为粗糙 混乱的体系 巫术是因人组织能力的秘诀 战争能力附属于巫术体系 医商所开启的华夏 为什么能够凌驾物质和艺术成就 更加丰富和优秀的周边族群 关键就在这里 祭祀团体形成军事组织 军事组织掠夺资源 资源奉养祭祀团体 这种性质的文明突破 不需要将重点放在生产和创造上 只需要保持对组织资源的病态敏感就足够了 祭祀的很大一部分 就是以密传知识的形式 保证关注组织能力的传统代代相传 组织资源的深化 只要越过越值 就能有效地阻断内部和外部的 其他秩序子系统复杂化 抽取其组织资源补充自己 阴王的权力基础 在于垄断高级法器而非土地 从而掌握了维系组织运作的德性 军用武器只是法器的一部分 而且不是最高级法器 阴王在四单之台储备了真正的高科技设施 随时测量和记录天地德性的流动 只有在宇宙秩序面临重大威胁时 才会启动大规模杀伤性法宝 44 先王先公的陵墓 隐藏了酷似第二次打击和武器的战略储备 足以让突袭得手的敌人前功尽弃 周武王的墓野之师就遭到了这种命运 至少城王和他的巫师是这么解释三间之乱的 他们只有在摧毁这些战略储备以后 才能勉强稳定世界新秩序 45 较之大规模天灾或政权颠覆的灾祸 普通战役的法术在层次上都比较低 但弓箭和弹丸其实也是法术 割毛的杀伤力一般取决于战前做法施加的符咒 郭家装墓群显示 大约五分之一的墓主日常持有割 毛等武器 其中十分之一持有弓箭 46 前掌大墓地只有五座车马坑 车内有割 窥 弓和剑足 47 郭家装墓群的战车内铺有主席 足以容纳三名射手 48 显然 战车 弓箭 割毛的重要性和稀缺性逐次降低 战车出行前 需要举行占卜和血迹 49 在殷人的思维中 这些程序相当于现代人的安全操作指南 周人的车战是竞技精神的重要源泉 因为参战各方都有贵族驾驭的战车 殷人垄断了战车的大规模生产使用 对方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周人各邦之间的战争 接近英法两国歧视的交锋 殷人对一族的狩猎式战争 接近西班牙骑兵屠杀 没有马匹的印第安步兵 我们不难理解 势军力敌的决斗 产生星星星星的歧视精神 单方面的屠杀产生对方 就是低等动物的理论 依商末年 这种王牌武器的垄断体系崩溃了 武王在牧野之战投入了300辆战车 超过依商中期战争数十倍 从侧面反映了军备竞赛的激烈 宗舟初年 鬼方的一族也掌握了战车技术 这时如果无形态战争仍然继续下去 惨重的损失就不会仅仅属于捕猎对象低等动物 而是属于所有各方 春秋时期载入史册的大战 不过数千人参战 数百甚至数十人死亡 因人的日常祭祀杀害数十名人生并非显见 几乎无日不济 无事不济 重要人物的墓葬消耗了惊人的俘虏祭品和自愿随葬的武士 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黯然失色 相行之下 秦谋功训三良堪称仁义 殷商灭亡后 富豪参加的那种动员一万三千多人的大战 五十一 随之销声匿迹 直至战国初年的李崩岳坏才卷土重来 而这时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殷商时代 除战车以外 殷人还有几种外族绝少利用的特殊技术 他们拥有小规模的骑兵部队 周人却没有继承马小臣的编制 五十二 商人浮象 为念于东夷 五十三 大象的图案出现在青铜宫上 五十四 大象和毒蛇的形象一起出现在青铜月上 五十五 其意义大概类似武士身披的虎皮或狼皮 周宫趋向座三象的传说暗示 胜利者像解散骑兵一样解散了战象部队 兵车是规范的 符合仪式化战争需要的节制和可预期性 战马 战象是不规范的 将突如其来的恐怖投入战场 很容易将有理有结的记忆展示变成血腥混乱的屠杀 阴人上轨 周人上闻 狂热 邪恶的暴力已经四灭太久 现在需要置于李月的恶下 历史记忆必须涂改 配合世界新秩序的需要 甲骨文当中的五图案原本是和歌前进的猎人 五是根本不是后来周人的指歌为五 五十六 这些变化在精神上一致都体现了从无形态战争到理性战争的转型 天命在宗周 他们要将天命普世化 诸神道德化 战争形式化 祭祀人道化 他们要将怪力乱神逐出精神世界 代之以李月的平衡和节制 他们要剥夺平民和妇女的战争权利 将一族由野兽和猎物变成有代教化的粗人 他们是肆无忌惮的历史伪造者 厚颜无耻的政治宣传家 缺乏热忱的宗教信徒 重视尊严的贵族主义者 信任教化的人本主义者 他们忠心憎恶迷狂 亢奋 残暴和一切可能愚愤或失控的事物 用银字概括了所有这些危险 甘愿简化和缩小认知世界的范围 将更加单调贫乏的世界留给后人 他们早在儒家的思想观念诞生以前 就已经具备了儒家的精神气质 四秩序的涌现猎头 是文明前夜的政治德性和组织催化剂 直接决定了各部族后来的历史路径 其重要性超过以后其他各种因素的总和 这些的史前部族习惯 以豪奢的墓葬 精致的机器相互竞争 武器制造业严重落伍 死于冲突和屠杀的人数寥寥无几 结果未能突破国家形成的预值 最后 吴越各邦的建国只能依靠北方和西方征服者的刺激 观拢 河洛 海带 巴蜀区域的选择或演化 都产生了向暴力集团倾斜资源的路径 从而率先实现了文明突破 猎头本身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祭司阶级和军事阶级 却启动了有利于这些阶级产生的恶性竞争机制 我们如果运用生物学类似的演化模型 就能看出收割者阶级在系统内的地位 酷似捕食者 捕食者一旦产生 生态系统的演化就会骤然加速 物种的复杂性也随之急剧上升 在地理隔离的不同区域 演化速度的差异会造就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 欧亚大陆和美洲 澳洲的情况就是这样 一旦地理隔离撤除 缺乏强大捕食者的生态区就会大获临头 物种灭绝和替代需要的时间极为短暂 数百万年没有明显变化的生态系统 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就会面目全非 世界各民族的传说 都将黄金时代放在文明产生以前 其中蕴含的真理 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敢于想象和承认的程度 海带集团的人寿规模之大 组织能力之强 持续时间之长 资源整合之有效 理论之完备 都是其他文明集团所不能比拟的 即使在全世界的上古文明当中 它们的嗜血和贪食都是非常突出的 五十七 一伤崛起的最初四百年间 战无不胜的田猎祭司武士团 将严峻的考验 夹诸黄河上下游的所有大型生物 在它们的世界秩序中 猎物和俘虏享受了相同的待遇 五十八 在它们的工厂中 一族和动物的骨头 都是制作器皿的原材料 五十九 它们的猎人技艺高超 擅长射击猎物 俘虏的非致命部位 保证祭品的新鲜 六十 它们的祖先和神灵 将宗教的神圣赋予战争的热狂 将维护秩序的正义感 赋予田猎的屠杀 六十一 它们的勇士身兼萨满之能 在憨战中召唤虎狼的精灵 六十二 宁愿将伤痕累累的尸体 用花椒腌制 也要保证返回圣地终伤 举行武士葬礼 六十三 它们的人口不太翻盛 但妇女像男人一样勇敢 统帅三军并非罕见 六十四 它们不爱节制和静慕 酷爱美酒和热忱 六十五 在周公市 李月静淫的春秋贵族尔中 它们的桑林之乐 充满了邪恶的恐怖 令人不寒而栗 六十六 它们势力所及之处 邦国的诞生 与毁灭用土著的肉体下注 前者往往不比后者仁慈 它们不是杀人魔王或恐怖分子 而是崇高使命的执行者 像猎杀毒蛇猛兽的赫拉克勒斯 一样自豪 当深意河畔龙城的田列四地展开时 先祖先公的德姓似乎所向披靡 注定会给神子神孙留下 越来越秩序井然的世界 然而 就在这时 德姓野行的周转似乎出了大问题 也人的群落 不再像以往那样狼奔使徒 仿佛发现了另一种秩序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秩序是德姓的产物 德姓仅仅属于神族 也人没有勇气 没有德姓 他们的发明只是真正德姓的赫品 居然想用适施的仲裁 剥削武士的战利品 也人当然喜欢讲仁义的仲裁者 就像挤在一起 取暖的牛羊 喜欢没有虎狼的避难所 他们逃避战斗 却发明了积德和德化这样 自相矛盾的概念 用这些极不道德的手段 将西部和南部的狩猎场都破坏了 我们的王武已决定在西方举行一场大狩猎 让大家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德性 却莫名其妙的没有回来 不辞如此含混不清 已知我们的智者都不知道怎样解释 也人却到处宣扬我王遭遇天罚横死 仿佛先王先公以外还有其他什么神秘力量似的 奇怪的是以后的情况当真越来越乱 地心不知道发现了什么征兆 开始提拔没有德性的庶民 仙王先公本来应该生气 却保佑他在东方捕获了大批猎物 威子虽说本来没有多少德性 也不该这样不知自重 去跟那些一点德性都没有的野人鬼混 传统史学将离性战争取代 无形态战争的漫长历史 简化为戏剧性的周公至李作乐 大大增加了周公可能是来酷骨式人物的可能性 因为这种神话人物之所以诞生 就是为了以诗的真实浓缩和概括过于繁杂的历史真实 以更加可靠的方式增加后人的理解力 以文化字系统演化的正常历程论 离性战争的产生应该比传说的周文王积累仲裁者威望早得多 战争造法在先 限制秩序内化居次 最后才会出现限制秩序的国际化 人类已知历史产生的所有自组织系统 几乎都寻以上程序展开 周里系统没有多少例外的理由 周文王也是神话人物的可能性虽然较低 但后人将几代人之事迹 集中在他一人身上的可能性同样极大 如果我们假定太王减伤纪力见证 无以牺牲不反文王仲裁者秩序席卷和为江汉构成 同一演化进程的三个预知突破点 或许更接近于本应发生的历史 自组织展开其内在可能性 速度大抵是恒定的 然而正如每日倍增的莲花 在扩展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超不出核糖的一小部分 肉眼看来仿佛增长很慢 占据核糖一半面积后 只用一天时间就把全部水面吞没了 肉眼看来仿佛增长突然加速 其实速度跟原来一模一样 文王所在的历史时期 大概就相当于核糖的最后一天 表面看上去最重要 其实结局已经注定了 离越规则子系统的变异产生期 最有可能位于太王必敌道减伤之间 在这段时间内 弱小的州人有强烈的动机逃避殷商市战争的酷劣 殷人的丰富资源具有压倒优势 能够承受这种战争的必要成本 然后通过必然会有的战利品收割赢得充分补偿 州人资源匮乏 完全可能在补偿实现前流尽自己的血 敌人的战争方式仍然属于史前时代 因此州人尝试或偶然的规则创新 有充分的实验视错余地 太王的玉璧之路发挥了 相当于印第安酋长和平之烟的类似功能 促使当时各方发现降低战争成本的好处 化干戈为玉帛的礼仪 一旦完成内部的自组织 就会以稳定的速度向外扩散 在扩散过程中 仪式化战争的仪式程序 本身就会刺激仪式化仲裁的亚程序产生 州人作为礼乐最先巩固的邦国 自然最有机会攫取仲裁者地位 及其巨大红利 正如最先树立信誉的银行有巨大机会 在其他晚出的银行树立信誉以前 吸收他们的潜在客户 遥远的殷商发现 西方的新秩序整合已经为时太晚 无疑的战争机器 无疑能够粉碎枪方的一个或几个邦国 但州枪联盟及其外围盟国 已经锁避了西方的所有资源 使外来者没有机会离开 逆天天谴雷阵的天方夜谭 67 委婉地暗示了一场颠倒猎人和猎物秩序的马加比士大屠杀 犹如周昭王逆死焦州的罗曼斯 68 演示了六师 晋眉的可耻败局 周人为了掩盖背叛的耻辱 而依人为了掩饰失败的耻辱 各自发明了无数替代性神话 后世如生为了发扬理性 消除神话因素 展开了整理历史的系统工程 他们在整理过程中 删除了包含重大秘密的神话 保留了掩饰秘密的罗曼斯 为了弥合前后矛盾的地方 自己又发明了许多更不可靠的解释 这些解释插入原始记载 再也无法鉴别 因此 完全复原历史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但是 依据时代背景和英国象征的合理与否 并非不可能从混乱中厘清若干线索 因人在其霸权的最后岁月 已经无法调整世界图景 如果他们的理论正确 也人不应该有德性 如果他们的理论错误 那么内外有别的世界体系 就完全垮台了 祭祀和殖民都将丧失意义 巫使文明结束了天真时代 依靠一种精神分裂式的手段 维持破裂的世界 他们一面否认已经发生的事情 坚守祖先的世界秩序 一面在事实上承认了 西方和南方的禁区地位 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援救 最后几个忠于商文化的藩邦 作义殖民的意志消失殆尽 枪方人声和南金宝器的损失 无法弥补 然而祭祀仍然必须照旧举行 大狩猎只能转移到东方 上层人物对祖先的巫术 不再深信不疑 也就同时丧失了团结和互信的保障 各自起零于违背规则和理论的小动作 革新派煽动没有德性的庶民 保守派煽动没有德性的野人 祖先的巫术对此没有应对手段 因为祖先万万想不到这种荒谬的事情居然有可能发生 天下万邦以越来越快的速度 吸入礼乐仲裁者的世界秩序 他们坐以待毙 听任野人的脚锁勒紧 也许在他们的世界中 这些事情像无疑的失败一样 不可能发生 所以就没有发生 地心在现实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容登上露台 69 在宝贵的玉器环绕下自焚 70 即使周人的诽谤也无法掩饰 这些仪式都符合殷商祭祀的传统 玉器就是法祭 用于转输天地之间的德性 71 祭坛的方位和结构越适当 不挂的效果越好 殷商巫使研究这些绝学 态度就像现代科学家做实验一样 一丝不苟 因为实验参数的毫厘之差都可能酿成大祸 最后一位巫师 国王聪明绝顶 肯定拥有野人闻所未闻的秘传知识 他没有畏罪自杀的可能 正如科学家没有可能害怕 反咬一口的实验动物问罪 如果有什么力量能够问他的罪 那也只能是先王先公和遭他迫害的族人 科学家在危急时刻 会开发平时不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巫师在同样的情况下就会做秘传大法 如果衣裳和密码箱内的王牌法术 足以导致已知文明世界的毁灭 和巫师守护人的德性转述 丝毫不会令人惊讶 我们无需怀疑 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内 他自始至终都是胜利者 相反 周人在类似的情况下 选择贤壁 牵阳 抬官请祥 以便配合胜利者表演慷慨宽恕的歧视精神 也就是说 周人承认 在同侪的竞技中 总有某一方非失败不可 博弈各方一致承认正当的失败 乃是礼乐文明的根本 投降仪式构成暴力的底线 凝聚了良性秩序演化的精华 殷人没有投降仪式 印证了田猎屠禄无底线的考古学证据 猎人对猎物没有底线不底线的问题 万一死在猎物手中 也没有什么正当不正当的问题 孔子心悦城府的玉玉护文哉 归根结底是有形态战争的外溢 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言 七十二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 纵随不过三舍 是以名其立也 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 是以名其人也 成烈而古 是以名其信也 争议不争利 是以名其义也 又能舍服 是以名其永也 之中之时 是以名其治也 六德以时何教 以为民济之道也 自古之正也 七十三 这两段话用理科的语言解释 就是说人本主义的政治德性 属于一世性战争衍生的子系统 因周之变的鲜明特点是人本主义的胜利 但人本的基础不是理性主义 而是历史传统 理法是涵盖了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长期传统 否则 它无法阻止理性行为主体 通过短视的马基亚为利主义 自现于囚徒困境 对默然而言 节责而渝 岂不获得 而明年无虞 焚锁而田 岂不获得 而明年无寿 诈为之道 虽今偷渴 后将无负 七十四 的逻辑 等于要求当事人 为其他人牺牲自己 对他和他效忠的君主而言 节责而渝的决策 才是理性的 如果他们为百事之利 七十六 牺牲一时之五 七十五 只会有利于其他节责而渝的 理性决策者 无论他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反正明年肯定既无虞也无寿 他们能做的最佳选择 不外乎保证自己眼前有鱼有寿 也就是保证了其他人眼前和将来都无鱼无寿 避免了这种最坏下场落到自己头上 宋湘公的没落和暴秦的崛起 正是理性博弈在现实政治中的体现 文明人类理性结构导向自杀 的虚无主义 结果只能将历史舞台让给缺乏理性 敬畏神明的愚昧满足 敬畏神明的愚昧满足 宇宙开启动 突然cre亏敬畏神明的愚昧满足